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账号 这个服务号的一个重头系 就是自定义菜单 什么叫自定义菜单呢 像一般网站 像这个网页左边都有一个选项 这些选项我们就把它称为菜单 那像这个功能是主菜单 这个群发功能和高级功能 我们就把它说称为 纸菜单 那微信公众号呢 有这个 菜单 也可以去设定纸菜单 那这个菜单应该怎么设定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后台的高级功能 然后呢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在这个编辑模式下面 开发模式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 在编辑模式这边进入 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自动回复这个功能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讲这个自定义菜单的功能 那一样 这个自定义菜单你也是要把它开启之后才会出现这个自定义菜单 如果你停用的话呢 这个自定义菜单功能就不见了 那你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啊 就像这样子 热门推荐 最受欢迎我的收藏 等等 这个底下这个自定义菜单 要怎么样才能出现呢 我们就必须再按设置 然后自行去定义他 好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自定义菜单 这边就是 组菜单 Test 然后连结影片 这个是纸菜单 像这个是连结网址 然后 这是组菜单 然后这个部落格加站 这个是纸菜单 那一旦呢 你有这个 纸菜单出现的时候呢 那 这个组菜单就没有办法去设定 超连结 什么 什么叫做设定超连结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手机画面 我们先把这个手机 进去 这个 先进到微信里面去 然后在通讯录的地方 服务账号里面 我先登入这个 牛奶爸网络创业 这一个 服务号 这个服务号呢 你目前看到下面这个 这个自定义菜单的 主菜单叫Test 有没有 就是这个Test 然后这个连结网址呢 就是这个连结网址 那 你这个Test 点开的时候呢 他会出现一个连结影片 有没有 就这个连结影片 右边这个连结网址 点进去的时候呢 会出现 部落格加站 有没有 部落格加站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再去新增的话 我再去添加 菜单名称 比如说自我介绍好了 确认 好 那这时候呢 就跑出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你再按一个加号 加号呢 他就会出现 关于我 先示范一下 按确认 你就会发现自我介绍里面出现个关于我 那 这个关于我呢 你要怎么去做设定呢 比如说你点一下这个关于我 然后 右边 就会出现 发送信息 还有一个 跳转到网页 发送信息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有人点到这个关于我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边的文字 或者是图片 语音 或是视频 或图文消息 这个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编辑的模式都一样 那 自定义菜单的好处就是他只要自己去 按他 点他 就会出现 你已经制定好的回复讯息 比如说 这边 这是关于我的 内容 保存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 自我介绍呢 他还不会跑出来 那什么时候才会跑出来呢 就是要记得到底下来 这边按下 发布 然后确认 他有告诉你 本次发布将在24小时之内对所有的用户生效 确认发布 所以并不是说你发布马上就生效 那如果你希望马上就能看到的话呢 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就是 把它先取消关注 比如说这边长按3秒钟 然后按这个 删除的符号 取消关注 取消 然后再重新关注这个账号 所以我再加一次 然后搜寻一下 搜寻一下 榴奶爸搜寻 找到这个榴奶爸网络创业 点一下 关注 关注 关注成功 然后这时候呢 去看一下查看讯息 点一下查看讯息 好登录了 可是呢 还是没办法 所以 也许真的要等到24小时 有时候不用那么久 就会出现了 所以目前呢 还是还没出现 那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 再去 按这个修改 好 你之后呢 也可以把这个文字的部分 改成 图片 改成图片 先取消一下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有个预览 这个预览 等一下 看一下这个预览 好 这边他就有一个 模拟这个手机的图示 你就可以看到说 到时候你的手机呢 其实会 长得像这个样子 Test 有没有 左边Test 然后 中间变连接网址 然后右边变成自我介绍 这边有个关于我 这是关于我的内容 预览就是你在还没有发布完成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先看到 他出现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预览蛮方便的 那除了刚刚的这个 关于我是直接跑出这个文字介绍或者是图形 图片介绍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超连结 像超连结这个 连结网址这边呢 有一个blog家站 你点一下 他会跳到网页去 可是 目前这一个 这个 这个预览程式 你点下去之后 因为我现在是在电脑上面让给你看 所以他会直接出现这个网址在 电脑的浏览器里面 在手机里面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我左边这个手机 右边这个手机的画面 按一下连结网址 然后按这个blog家站 右边这个是我真的手机 不是预览 那我就会直接在这个手机里面呢 连结到这个网站 那所以这个网站就很重要啦 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我是用 Wordpress做的 而且它有支援手机版画面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网站看到的版面 其实是手机版本的 所谓手机版本就是他左右会自动缩小 会自动缩小成手机可以看到的画面 这是手机版的 所以你在做网页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那个 你的网站 是不是有做iPad的版面 或是手机的版面 目前HTML5的 网页格式大部分都会制作 这些布景原本就已经预设好了 这几个版型 所以 你用手机去观看或iPad去观看 或者是用电脑观看 它其实都有符合的尺寸可以使用 它会自动转 自动的 全自动的 那像 那像这个超连结要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 这个超连结 我们再新增一个 在这边 我们要做纸菜单 所以在这 自我介绍这边 再新增一个纸菜单 好 比如说这是 第二页 紫菜单 按下确认 第二页紫菜单 你点它一下 又跑出这一个嘛 刚刚我们是选发送信息 对不对 现在我们选 跳转到网页 跳转到网页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输入网址啦 比如说 我把我的那个部落格的网址直接打进来 好 网路创业好了 好这一个网址 这篇文章网址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把它贴到这边来 按下保存 底下按发布 确认 那因为我们的手机 微信 看一下手机这边 它这边还没有出现嘛 所以 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预览 最晚明天就会出现了 这边 自我介绍这边 有没有 本来一个关于我嘛 然后第二页紫菜单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文字不要太多 文字不要太多 12345 5个字就好了 不要超过5个字 超5个字会看不到 所以我按这个第2页紫菜单 其实它就会连到网页去 会连到网页去 但是因为我刚讲过这是电脑版面 它直接开我的浏览器 如果是在右边手机的话 其实它会 跑去开那个网页 在手机里面呈现 好 这个就是 自定义菜单的功能 其实蛮简单的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刚刚讲的 你要 放文字 图片 讯息 影片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超联系到某一个网站 也可以 如果要修改排序的话 你就按下这个排序 然后呢 你在这边就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像这样子 拖拉的方式 可以变更它的排序方式 或者是整个 整个主菜单 挪位置 挪位置 这样整个挪位置 自我介绍 Tist变在中间 或者是紫菜单 像这个 子菜单 彼此挪位置 这很方便 然后挪完之后 记得按完成 完成之后 记得去按 发布 发布 那你说可不可以有第三个主菜单呢 你再添加一个看看 他跟你说 一集菜单最多就只有三个 主菜单就是一集菜单 那主菜单本身呢 不能够 设定超连结或文字 如果 你没有 子菜单的话呢 他才能够去设定 比如说我把这个 删掉 子菜单删掉 子目录 我把它删掉 那剩下一个 自我介绍 那这个自我介绍 你按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个 有没有 发送讯息 跳转到网页了 如果你有 你有去新增这个 子菜单的话呢 那这个主菜单本身是不能够去做超连结或者是 点下去出现其他讯息是不行的 因为他点下去就是会出现子菜单 然后有子菜单去 出现发送这个讯息或者是跳转到网页 以上呢就是这个 公众账号这个服务账号的 自定义菜单功能 那自定义菜单呢 他就很像网站了嘛 就很像网站的架构了 自定义菜单最多的子菜单有五项 主菜单是三大项 然后子菜单呢是每一个主菜单底下可以有五个子菜单 有五个子菜单 我们来实际做一下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我再新增一个 2 然后再新增一个 3 然后再 新墙增加一个 4 好 再增加一个 5 再增加一个 他就跟你讲说 二级菜单最多只能五个 所以 一级菜单三个 二级菜单最多到五个 这个就自定义菜单的功能 那 经由这种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让消费者 上我们的 类似我们小型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运用这个超连结的话呢 其实 连结到你的 个人网站去 或者公司官方网站去 的手机版面 他们就可以做很多功用 比如说 我现在示范一个 我们比较大的 服务账号 去看一下这个104人力银行 我们实际举这个 有在运作的 这个公众账号的案例 你看他们的 104人力银行 他的这个 这个 一级菜单 他里面就有分为 纸菜单 定位找工作 接案工作 家教工作 学生打工等等 然后 这边有求职帮手 12345 然后推荐活动 这边两个 那他们每一个呢 你把他点进去 比如说 我找这个家教工作好了 我把他点进去之后 其实他们都是把他连结 他们都做超连结 都连结到他们的家教网 这个纸菜 就连结到他这个家教网 然后他这个家教网有手机版本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手机的宽度 让人家就可以直接在他的网站上操作 所以其实他只是连结到他的网站去 所以功能才会那么多 那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网站呢 很简单 按这边 然后 看一下这边 在浏览器中开启 把它打开 你看他就会跑出我的手机的浏览器 Tutor.104.com.tw 这个就是他的网页 这就是他的网页 所以其实他就是用运用这个跳转到网页的功能而已 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个人或者是中小企业呢 我们就可以连结到我们自己的网站去 或者是自己的部落格 那现在的Google的部落格 或者是Wordpress.com这种免费的部落格 其实都已经有这个手机版本了 你也不用再去 花钱去开发 都不用 就只要把网页做好就好了 然后在这个公众账号 的服务号直接把它超连结到你的网站去 就可以看到更多内容 而还有一点是说 这是公众号的服务号 才有这个自定义菜单的功能 那订阅号呢 听说是要去申请认证 微信认证 那微信认证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 如果 你是台湾人的话 不容易做到 那除非说你在大陆有 大陆的企业 还有身份证 去那边 在大陆那边做申办 不然目前台湾要协助办理这部分 目前是有困难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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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